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钱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基大使大使大使好 何荣好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副教授护政党委员委员好 大平安 政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王安雅教授老师好 大家好新年快乐 好首先来关心的就是 两岸局势这几年大家知道趋紧紧张 蔡英文总统在12月27号 针对义务役延长的议题 召开了国安高层会议 而在会中决定义务役延长一年确定 下个月将参加大学学策的94年次的义男 将会是第一批的延长兵役的族群 算下来就是2005年出生的 这个义男要当一年的兵 那么会中还决定要调长义务役的月薪 到每个月2万多元 两万零三百二十元 但是加一加这个保险啊什么 两万六千多块钱 好那蔡总统呢上午开完了会议 下午呢就开记者会啊 这是745天以来 第一次蔡总统跟媒体实体的面对面 现在确定拍板定案 义务役延长为一年 昨天也看到了 在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呢 来看美国在台协会 这应该是FB啊 特别就发了一个文 我们欢迎 他说Welcome 欢迎台湾最近针对征兵制改革的宣布 这个宣布呢彰显台湾对自我防卫的承诺 并且强化嚇阻能力 AIT 好 不过昨天在记者会上 我相信三位来宾也看到了 有媒体就问到说 有没有来自美方的压力 蔡总统是秒回 她说没有来自美方的压力 请问一下 先请问一下大家用圈插牌 总统说完全没有来自美方的压力 请问三位相信吗 圈或插 一致都是插 好 那我先请教委员 从内外因素来分析的话 你觉得 第一个当然插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说 内外的因素来分析的话 你觉得促使 总统强力推动 这个政策在年底前一定要过 要定案的原因在哪里 我事实上今年7月20号 美国前国防部长雅思培 就来过台湾嘛 而且 直接见了蔡英文总统 他当场就是提出这个诉求 所以就看到你认定怎么叫施压 这个我们看来就是施压嘛 这是列入美方的理解 那当然总统的意思可能是说 我自主做了决定 美国并没有说你如果不决定 我要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解读不同 看你什么定义 可是对我来讲美国都公开讲了 就是施压嘛 那 当然他这个兵役改革啊 因为EUE全部加一加 如果满额也只有6万人 是 那我们现有的兵力 这个募兵是18万多嘛 所以显然就是美国认为我们的兵力不足嘛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他认为这个如果要打国土防卫战争 兵力不够 所以要 增加兵源 这增加你觉得够吗 我觉得不是 够不够的问题啊 而是一年 兵 是不是构成有效战力的问题 因为这里面当然有两个争议点 第一个就是说你给EUE薪水增加到4倍 那你对募兵为什么没有加薪呢 是 募兵才是主战兵力啊 他现在的起薪是3万5 对3万5 我特别看了一下二兵嘛 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啦 美国 的募兵起薪一个月是14万台币 所以我认为台湾至少要加到6万吧 不然 所以你为什么会募兵始终募不足嘛 因为待遇太差嘛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兵器的训练 你一年够吗 比如说我们说海空军 陆军的特战部队 那像我本人是海军陆战队 我们以前的训练都是两年啊 一年怎么可能构成有效战力 所以一年您觉得是不够的 我坦白说啦 一年跟四个月都 不是有效战力 即便现在那个科目 昨天也听到了 汪布说呢要改变 没有用 四枪速改成近距离搏斗 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现在真的要到肉搏战 刺枪战 或者是甚至用子弹 都不是主要的战场 都是用更先进的炮火 我们随便讲 红准 或者是 刺针 或者是标枪 那事实上据我了解啦 这个每一项武器的操练 要到熟悉 至少要两个月 那我们有那么多的 打把弹吗 我是说这种高 高爆的炸弹 我们有足够的 训练弹吗 你去想想有多少人要服务 所以你刚提到有一个 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说 这些兵 就算延长一年 但是能不能够成为有效战力 这会是一个关键 我认为几乎不可能 没有任何人认为是有效战力 所以最后 为什么我们这个决策会拖那么久 因为 美国他的定位说这个叫做国土保卫队 国土保卫队就是说他是跟后备军人结合在一起 准备做 城镇战用 坦白讲他是这样定位 那军方一直不认同 军方就认为说我们现有的体制就是后备军人 那加上民防 你怎么会有后备军人 保卫队这种概念呢 但是在昨天听到 说明当中也提到巷战这两个字 后来他把国土保卫队这个概念去掉 他只留下国土保卫这个概念 可是我觉得就有点 有点 怪怪的因为美国那个国民兵的体制 美国的National Guard你不要以为他是义务义 人家也是职业军人 训练有素的 本来就是啊 所以我是说你是 搞错了概念 两岸之间紧张的这个议题其实我们也之前 提过好多次 特别提到的是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还有呢 在这个授权法案背后百亿美元的军援能不能够落实的问题 大陆为了抗议美国正式通过这项法案呢 在12月25号也派出了71架次的这个战机 骚扰台湾的周边地区 其中有数十架呢 还飞越了海峡中线 而国防部也表示 而国防部也表示 星期天在台湾的附近呢 海域发现了七艘中国海军的舰艇啊 所以大使 您觉得解放军最近动作频频可以是解读 对于这个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的反应 但是后续的力度会是如何 您觉得会取决于接下来哪些关键的因素呢 我想这一次这个12月25号 中国大陆军机71架次 穿越海峡中线 那大陆的东部战区的发言人 失忆陆军大校 他讲得非常清楚啊 就是针对12月23号 拜登总统签署通过了 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里面有针对台湾的相关的条文嘛 那他的用语当然是已经 讲得很明啦 主要是 他说是针对台美升级勾连的挑衅 所以他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是非常 很指涉性非常清楚的 那这段时间中国大陆事实上 在这个东海这个区域 事实上已经刚结束两场海军的演习了 那第一个是 这个日本通过所谓的安保三文舰 没有多久以后啊 辽宁舰率了大概六艘吧 一个舰队就通过了宫国海峡 然后往这个关岛方面走 停在关岛跟这个 这个日本西南南西珠岛 也就是日本的琉球群岛 这个就琉球群岛中间的水域进行 各项演练 那有180架次的这个舰载机的起落的训练 那另外一场就是21号到26号 就是2022号 中俄海上联合的年度军演 那么地点也是 也是在日本跟台湾很靠近的 在这个周三跟这个台州之间的水域 那么进行了七天演练刚完成 那这个演练也非常大规模 最接近台湾的 最接近台湾的意思 因为这个演习中俄的联合军演 从2012年开始 那这已经是第十届了 那么过去 北最接近台湾是在青岛 南最接近台湾是在湛江 那这次直接在浙江 所以离台湾就是最近的一次 那不过这一次 这个七十一架次 是所谓历来最多的一次 那么正好在25号的清晨 6点到25号清晨 24小时之间 那这七十一架次 是我们国防部 他们公布的 共击在台海附近出没的 那么机种非常的多 那么有这个 有这苏三十 苏凯三十 有这个坚十一 坚十 然后坚十六 然后还有这个 运八 这个反干扰机 然后各种机型的都有 大主我直接请教您 您觉得以你的研判 会不会再像 之前八月份这个台海的危机 会再有一波 现在正在酝酿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 大陆对于这个 这个整个区域的情势 那么我觉得已经在一个 高度戒备的状态上 那么如果有 他认为这些这个情势 是认为有挑衅性质的 或者说他的 他对大陆角度来 是严重性质是很大的 那大陆就是用军事方式来回应 就是军事方式来回应 那当然主要还是军事性质 因为这一次美国是通过的 这个国防授权 这个2023的国防授权 里面大概有50个配局讲台湾 那国防部也做了非常 外交部 大陆国防部 外交部也做了非常强烈的抗议 认为这是违反美国 对于一中政策的承诺 那么强烈干涉中国内政 讲的大概 讲的很严重 那军方 东部战区发言也出来 我就是针对这个 我就是针对2023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每一次的出动 其实就好像也就是在做例行性的演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修补一下 这个国防授权法有什么特别严重 因为他把台湾政策法军事的部分全部都纳进来了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台湾学人计划 明年9月就要派官到台湾上班了 行政立法部门 所以等于是这两个部分就是空前的 这不是业数的问题 什么50业有关台湾 而是涉及这两个内容 还有一个110亿 他已经等不及了啦 对 就直接把台湾政策法有关军事的部分就直接弄进来了 那还有110亿的军事融资 不过你看到现在中美的对峙夹在中间 台湾OK 我们讲到说像前一阵子也看到这个晶片站 到现在还在打 在中间的这个台积电最近传出 当然除了到美国的Arizona设厂之外 也传出有计划在德国的这个德勒斯登要设立晶片厂 台积电目前已经派了团队到德国去进行讨论 要了解当地政府的支持范围如何 还有在当地供应链能不能够满足晶圆厂的需求 而台经院产经资料库的总监刘佩珍就认为说 台积电如果在德国落脚的话 除了多少能够弥补一些因为美国的禁令而流失 原本应该要赚到的中国营收 他也认为说到欧洲设厂呢 还能够巩固台积电在车用半导体的订单 好到欧洲设厂真的能够弥补失去中国订单的损失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王老师特别请教您 您觉得台积电选择落脚台湾的主要的 它的产业战略考量是什么 第一个这个美国去中化 然后这个中国去美化 造成现在世界去台化 那台湾莫名其妙的把这个系顿拿掉破掉 然后把自己变一个珍珠港 但是这个Nancy Pelosi以后 所有的国际公司都要求台厂你要有个plan B 所以台湾的高重厂7奈米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Apple在Arizona 这个4奈米厂就有一个包厂一个行为 那Dresden这个地方呢 本来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tech hub 因为它有Infading 然后又有Volkswagen 那车厂当然过去我们看到车缺芯片的这个问题 那车厂通常在台积电里面 它是margin比较低的 制程比较旧的 要求率比较多的 所以本来就不应不是最好的客户 但是车智能化就像智能手机一样 这是百年难得的一个机遇 所以说所有的人 科技工程都在看这个机会 那这个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半导体 生产一个最有效率的地方 它有一个cluster effect 台湾的水电政府在补助 政府又补助这个设备 然后台湾的这个工程师又非常的勤奋 所以现在所有其他的国家 就在学习台湾这个方式在做补贴 然后台湾做一个所谓的人才输出 那这个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就是说2026年 这个半导体一定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功果欲求 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寝国之力 这是一个有cycle的一个东西 但是相对的 因为台积电可能在控盘 所以那一次的这个大的一个不平衡 可能相对于来说 还是一个解决一个方式 不过最近也听到这个产业 现在面临2023最大的一个挑战 或者说是困难 就是客户砍单的 就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冲击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 马上回到环宇全世界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环宇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 开启小铃铛